好 我看一下这个耗者有啥要求 伤害提高一点 随便顺便把突破做一下 随便做一下 哇一看 35级的老女人的一个账号 这是一个萌新啊 我看一下萌新的养的怎么样啊 35级的账号 雷神70级 感觉非常不错 萌发吧 无念无想 想一刀断绝 伤害我 这伤害挺高的呀 三人五级 你居然一刀上一万 可以可以啊 没暴击啊 应该 看一下你这个三人 你不会有命做吧 他不会克金了吧 这个面板 他 一万 我看一下 他可能二命啊 你们觉得他克金了没有 我觉得他没克金 好吧 我们看一下 他是不是二命 我觉得没克金啊 我赌一包辣条 啊 好吧 他克金了 二命雷神 我就说吧 他怎么 没克金 怎么可能伤害这么高啊 三人五级的小萌信 给你提升下雷神的伤害吧 那条先欠着 记照 那条记照 那就给你 你看 他的武器 也是70级 跟那个上个号组一样 你这 你这 就这圣银屋 这么垃圾啊 甚至还是二性的 三性的 就这么猛 圣银屋 带了 但是带的很一般啊 你这带的什么东西 圣银屋 紫色的都没有啊 他伤害一万一刀 我不理解啊 为什么能这么高啊 他伤害 圣银屋甚至没有超过十级的 太离谱了 不行了 我要召唤几个大佬 把他周本打一下 给他凸几个紫色圣银屋 这都能打一万啊 我靠 真的 二名家装我的雷电将军 羡慕了 没有双倍了 双倍给雷神了 给了雷电将军的双倍 没关意啊 出金了 卧槽 死了 这给雷电将军 一梦容剂不错 他卡了多少等级 我看一下 他没卡多少啊 他应该是刚刚 世界等级三级 一会儿给他突破一下 用雷电将军打五项雷 是不是有点难打 雷神灭满可以看吗 可以啊 但是没必要看啊 我觉得 你想看也行 来吧 攻击一千三 暴击七点五 暴伤五点五十九 然后充能的话 是一八六 不错 差不多了吧 二充能二战狂 组合最好 我觉得 出了两个紫色圣影物 能出紫啊 能出紫 不错 出了一个战狂 卡上去 五个原神呢 不错 蒙德成的话 再给他捡一下宝箱 其他地方 或多或少也还有好几个 就不开了 因为太多了 现在就开始配圣影物 首先 头的话 唯一的一个金层圣影物 打周本掉的 蒙信的第一个金 就给他了 然后这个无脑 用充能就行了 羽元素充能 不错 羽毛的话 战狂 杯子的话 雷伤杯或者攻击杯都行 看看哪个等 这个吧 这个不错 暴击率充能 就大 而且是唯一的一个四星 22.3 有点低 独一手 独一手其他的副词条 出发 漂亮 5.6 暴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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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的充能他也行 不愧 只能把 就看你了 16级吧 暴击 生命 生命歪了三次 真垃圾这圣影物 16 30 啊 30 还是有点少了 我以为能给他搞了40的暴击率 30还是太低了 雷电将军面板啊 1600的攻击 一会儿会吃个药 暴击 30 因为太低了 会吃药的 暴击 100 充能 232 雷伤加成 52.8 有一个宝箱 雷伤 竞争的药都不吃了 只吃一个最高高呀 最高高 最高高 只是提高一下暴击率啊 50的暴击率 希望你出暴击啊 一定要出暴击 不出暴击 完蛋了 来吧 我的宝 去找龙 他不会把我给击飞吧 应该不会 轻雷 破图 一是永恒 最后拉朽 多少伤害 你们猜的对 对了没啊 他只吃了一个最高高 没有吃增加伤害的药 还行 伤害提高了一点 但是不是很高 还行 一个大当秒 独眼小马 你还要啥 自行车